桃園市盧竹区瓦窑社区理事长及志工们一群人 自草屯镇避风社区参访光华据点 并学取避风社区如何安排课程及长辈的照顾服务 相互学习彼此优点改进缺点 提升社区光华据点的照顾服务品质 他们的时间是从早上8点多就开始 一直到11点用餐 这个时间比我们还久 我相信那个志工一定很辛苦 那我刚刚看到很多老人家 那刚刚今天的一个上课 真的很不错 虽然我们那边也是有每天都一样有建筑 也有用餐 但是我们的时间是9点半到12点 那时间比这边短多了 那我们那边也是一样需要很多建筑 还有用餐的时间 那我们希望从这边能够获得一些 有关建筑的活动 用餐的过程 让我们好好的学习 避风社区理事长也介绍了 草存真的人文风情 与社区特色产业 不仅能够达到相互学习的功能 也能让社区更加发展 社区因为透过我们的关怀据点交流 也能够适合 适合看不一样的进行 因为我们社区目前是做5天 是很多社区想要来参访和出境的地方 外游社区目前只做1天的据点 透过社区不同的参访 也来这里开始我们是怎样去运作 至今是怎样去运用 大家适合交流 适合研究 适合尽力 甚至适合肯定的分享 未来大家都会不一样的行动 先议员林荣宏肯定外游社区 相互学习取经的精神 共同为社区长辈尽最大的心力 关怀据点的参访 的目的 都是来看 让所有的 这个 特殊的角度 要如何来照顾 社区人 要让所有交流 来求进步的一个目的 我相信 这个目的 实际上可以让老人和四大人 可以得到社区最好的照顾 关怀据点也可以运作 得到我们很多的 如何照顾长辈的一些 修美学 修技巧 透过社区间相互学习优点 改进不足的地方 提供社区长辈更好的照顾服务品质 也让社区长辈可以安心在地老化 记者亮晨草屯采访报道